中文字幕製作人 報告船長 這次輪到岸上有異動 這次美國海道搞哪科 哎呀 他們這次玩飆心 車 還以為他們扶阿婆過馬路 打結德石油就不爭在老人厄索 不是啦 船長 你看看這裡 嘩 錶了人家錶 遷了他們手 誰救他們玩呢 那我們是時間增加準備 踏實他們 嘩 說了多少次 暴力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等等 我自己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中國電商設備巨企華為太子女孟晚舟 在加拿大的引渡案 星期三進入最後階段 預計加拿大法院下星期將聽取控辨雙方 論證孟晚舟所涉及的欺詐罪指控 表面證據是否充分 以判斷是否符合引渡她到美國受審的標準 而就在孟晚舟案進入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 繼維持加拿大人 謝倫巴格犯毒罪案死刑判決 中國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 昨日裁定加拿大商人施派佛 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成 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加拿大外長加爾諾指責中方 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 聲稱此舉是為逼或制行他國政府 加爾諾有批評 中方的做法破壞國際關係 並對在國外旅行工作或生活的外國人 產生負面影響 說真的 加拿大人現在氣急敗壞 上串下跳又有甚麼用 整件事擺明就是美國佬精人出口 加拿大人奔仁出手 特魯陶說得很清楚 如果中國在貿易戰作出足夠讓步 他老人家會介入案件 也就是說整件事擺明是政治 而非司法案件 加拿大人亂起洪 結果自討苦吃 與人無由 聖經都有教落 巡婦彼拉多當眾洗手 撇清和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關係 加拿大當初如果不小心 捉不及過境的孟晚舟 最多都是向老美灑個孟 至少不用今天這麼多手尾斤 好了 現在加拿大幫美國做政治打手 被中國拉了幾件公民 但特魯陶也好 現在的拜登也好 除了做拉拉隊 道義聲援 深切關注 基本上都是座而論道 不是指美國佬會派海炮突擊隊 空降中國救人 最好笑的是 加拿大被美國佬當槍一樣洗 對方多謝都沒有句 反而一時說要加徵關稅 一時又說政府採救要多用國貨 減少用加拿大貨 加拿大親美 著數半分都拿不到 反而得罪中國被窮追猛打 你說道老多是不是應該改名叫做武老多 本來孟晚舟不扣留都扣留了 只要家方依法審訊問題不大 所以就在加拿大有名叫 美國第五十一國咒 有外媒統計 由2008年起 美國要求加拿大引渡的近八百宗申請中 家方只是拒絕其中八宗 另外有四十宗是美國主動撤回 加拿大司法獨立 從何談起 南偉加拿大還好意思自責中國 迫白制衡他國政府 不理是借倫巴格販毒 亦或是司派佛刺探機密 案情通通都在中國土地發生 中方拉人並進行審訊 天經地疑 批評加拿大干涉司法主權 更加是有理有據 反觀孟晚舟案 整件事起源於美國制裁伊朗 合不合乎國際法本身已經有極大爭議 加拿大猛下猛下 插隻腳過去 純粹為美國佬作嫁衣償 到底誰才被迫和制衡 畫公仔不用畫出場了吧 至於說到中國 中南加拿大間諜嚴犯 都在國外旅行工作 或者生活的外國人 產生負面影響 這句話都是留給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好些 大家有眼見 西方國家對所謂華碟草木戒兵 美國一再以防止國家機密被洩為借口 收緊中國留學生進入美國門檻 亞裔特別是華裔科學家 更加是日夜擔心FBI上門抓人 美國就好像紛紛到墨卡錫年代 怎麽只產生負面影響這麽簡單 簡直人人之危 往往不可終日 英國佬在這方面亦不輸蝕 最近有報導說 英國懷疑有中國間諜班聖難民 申請BNO簽證 企圖入境英國 並展開嚴格審查 講得好聽是007電影拍得多 上了腦 講得難聽是刪定大閘 不想那麽多既無才又無才的政治難民 好像黃蟲那樣食窮英國 那當然啦 最堅固的堡壘都是由內部被公破 英國佬最近發生的一次竊物事件 就不是中國或者俄羅斯特工見公 而是國防部官員小心 將文件留下在巴士站 還有不可以不提 拜登的乖乖寶貝仔亨特 他老哥最近又有愛情動作 芯片供應 他在片中聲稱 和俄羅斯毒販在拉斯維加斯酒店狂歡之後 發現一部傳有他性愛片段的手提電腦 不易而非 或者亨特一心打算不入苦悅 煙得苦止 打算向俄羅斯反滲透吧 誰知道 靚占 說了多少次 涵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 搞錯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靚占 可不可以跟回我的beat 是的船長 可不可以跟進去 你 我喜歡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